歡迎收看 新冰激情曲 收回來 幸福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特別來賓 就是我右手邊這麼非常漂亮的 巧克力 一位就是現在可愛又漂亮的人妻 徐晨潔 好可愛 大家好 還有一位也要介紹一下 就是今天我們的代班主持 祖平 大家好 祖平 真的會影響這樣 今天的彤彤為什麼沒有來 為什麼 因為他去嘎富宇子的心 所以這個時間剛好沒有辦法 離不開心 很辛苦 身負重任 為我們平視的八點檔下去 這個階段是任務 沒錯 祖平今天來 我又開心又擔心 為什麼 為什麼要擔心 你又站在他旁邊 我怕他會三分五十就 那時候他一擦話就 我們一起在拍連鎮英雄有沒有 他的拳腳功夫非常了動 我也記得他在夜市人生的時候 快動 踢到後面的那個歹徒 對啊 你不要罵我 不要罵我啦 不會動口 不會動胸 好 愛手 而且要注意一件事情 人家說武術高手兩招之後 就會讓你倒地對不對 我在這邊預測 兩集以內 你怎麼會倒地 對 我們在這邊 歡迎祖平姐來 加入我們的主持群 各位 今天我們要聊什麼呢 世界上有很多的國家 對不對 每一國家 無期不也有各種風俗的文化 是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在每個國家 都有代表他們自己的動物 真的 我們在這邊先大概聊一聊 自己有沒有自己喜歡的動物 或養過的寵物 我們要講 你手上一個拿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最喜歡的動物 什麼 是什麼 大象 很可愛 你看那小象還是都跟著猛象 而且你知道大象最怕什麼嗎 最怕什麼 老鼠 你怎麼會知道 我為什麼會喜歡大象 就是因為有一次 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一段影片 然後就是一群大象 從草原上面走過去 然後就 他們為了要拍那段影片 試試看大象到底有多膽小 於是就放了一隻老鼠這樣 從牠們前面跑過去 當下那一群大象就發生那種 然後就 跑走 那個大象進來 你把你人看到老鼠 對 真的是一群大象 小孩進來起來 有問題 鼻子會伸直 牠會往前嚇到 然後就全部的就大象 大象就 掉頭就跑了 以我沒有看過的速度 這一塊的速度 這一塊的速度 我今天要玩的是記憶大考驗 謝謝 那考驗是什麼呢 那就是 國家以及動物的對應 翻牌 記憶翻牌大PK 社交網站最夯的遊戲 每次各翻兩張 翻出相同可對應的事件 即可得分哦 世界的動物何其多啊 每一個國家都有代表性的動物 親愛的觀眾 你可以幫忙翠城隊 湊城雙嗎 歡迎歡迎記憶大考驗 我記憶 你考驗 是的 很高興我們今天記憶大考驗 先請來我們的這個聯政隊 有我們的元昊 還有我們的巧克力 以及主品點 完美的組合 緊接著介紹我們的新兵隊 跟我們的林大元 許曉可 以及我們的愛成蕭德基 所以今天的記憶大考驗 大家已經提過了 是動物跟國家對應的記憶翻牌 是 在這邊打個比方 譬如說 像是許曉可喜歡的大象 是 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象牙海岸 所以國家是它的代表性大象 所以大家可以多運用一下智慧 好不好 因為世界很大 有些國家真的大到 它有好幾種代表性 甚至一個國家有好幾個州 還有不同的代表物 是 所以大家看清楚題目 地名 以及對應的動物 好不好 好 OK 好 請我們的這個 新兵隊準備請去翻牌 好 太難了吧 請翻牌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的國鳥 白頭鷹 以及有仙鶴之稱的日本丹亭 還有傳說會吃人夢境的 馬來摩 它就是來自馬來西亞 時間到 好難哦 太難了 好難哦 不是很難嗎 很難啊 有動物我都沒看過 真的 真的嗎 應該有一、兩種看過 不可能全部沒看過 這些動物我都知道 但是我都記不起來 喂 將會的也沒講 是的 袁浩隊請準備 Let's go 有趣是 漂亮 照片中看到的影帝金剛 到底是哪一個國家的 代表性動物呢 有趣是 有趣是 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的國鳥 白頭鷹 以及有仙鶴之稱的 日本丹亭 還有傳說會吃人夢境的 馬來摩 它就是來自馬來西亞 時間到 好難哦 好難哦 不可能難嗎 很難 有動物我都沒看過 真的 真的嗎 應該有一、兩種看過 不可能全部沒看過 這些動物我都知道 但是我都記不起來 將會的也沒講 是的 袁浩隊請準備 Let's go 是不是 漂亮 馬來摩 剛回來 做剛果的 對 他有拍電影 這是什麼 水泡 水泡 搬回去 你跟水泡 你國家都 這什麼 太厲害了 加油 馬來摩 馬來摩 右下 馬來摩 左下 馬來摩 左下 馬來摩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呢 西班牙會是水泡 西班牙 西班牙 水泡 水泡嗎 西班牙沒有 西牛 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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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日本 對 好 就是什麼呢 紐西蘭 左下面 對 很可愛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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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美國 歐克羅斯亞 西蘭 錯 西蘭 西蘭 西蘭是劍豬 這是哪一個 這是哪一個 劍豬 下面 左邊 錯 錯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大家很容易把不認識的 對著在一起 大雕 一個是 大雕 大雕 加州 加州 EGO EGO 大家都出來了 對 還講什麼 奇異鳥 對 蜜蜜 蜜蜜 蜜蜜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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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給那個洞itos 上 對 右 可以 答對 加油 這個很容易 繼續加油 西蔭 resources r rice 換誰 加拿大不 seperti那個嗎 農業嗎 這在哪裡 狗狗 很可愛的 大蚭蜜 大蚭蜜 中間 中間這個 不是 中間 製好 一個人要像 110 還有什麼 大蚜蜜蜜蜜 這邊如果有上方圓就左邊 放開 左邊 上面 上面 錯 妳翻回去 妳剛剛是上方圓 那個嘛 對 應該是 妳翻看的是美國 準婚姐 來 毛頭鷹 錯 白頭鷹 美國 白頭鷹 這個是什麼 犀牛 這什麼 這什麼很簡單的 加拿大 毛牛吧 小 加拿大 上面 對 然後這裡西班牙拿到了 這是什麼 離加拿大隊 時間大 好 圓浩隊在這一回合 用掉的時間是 2分鐘35秒 好 我介紹一下 我們馬來西亞的馬來模 非常恐怖 那個其實馬來模 有些是真的會吃人的 是 馬來模就叫 黑人有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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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講是 東武有來過台灣的 什麼 什麼有來過 丹鼎鶴 它飛到金山 對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好多攝影師偽裝在那邊 我們去衝浪的時候 在那邊拍 但它好大一隻喔 它其實很高耶 它 在這邊要特別講一下 是我們中間這隻看起來很像 稚鸡 像鳥一樣對不對 但它已經退化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在很久以前 紐西蘭 它是其實沒有猛獸 所以這些鳥 它其實沒有天體 所以它可以自由的到地上去觅食 所以慢慢的它就演化成 它嘴巴很長 它就不會飛了 它可以吃東西 但它已經不飛了 就變了 它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它叫做奇異鳥 對 奇異鳥 它叫做奇異鳥 緊接著下來 我們要看看我們的新兵隊 達成能夠到多少 請我們的連陣隊準備進去翻牌 Let's go 請翻牌 大家可以看到 胸口上有白色V字的 就是我們台灣黑熊 澳洲陸地象徵 袋鼠以及巴西色彩 繽紛的金剛鸚鵡 時間到 請翻回去 來 新兵隊 請準備 準備 GO 快點 快點 還是給你 單賣 隨便 單賣麵包 單賣麵包 莫加拉 我再回來 單賣 回來 好 對 莫加拉答對 不錯 智力是什麼 巧克力 智力是什麼 紅酒 紅酒 菁英答對 菁英答對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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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阿姨 阿姨 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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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柯莫 是 是柯莫 我知道 澳洲 我知道 沒有 這什麼 台灣黑熊 台灣黑熊 答對 下面 阿蘇 下面我剛才翻過 荷蘭 澳洲 太鼠 答對 這什麼 好可愛 草尼瑪 草尼瑪 那是草尼瑪 他就是草尼瑪 草尼瑪 草尼瑪尼瑪 草尼瑪 草尼瑪 阿蘇你請而已 對 還有 艾成不錯 巴西 巴西是 應該是吧 不是 怎麼可能 巴西是加年華 錯 請換回去 草尼 印尼 印尼是什麼 印尼是巴西 印尼是什麼呢 科莫多隆 答對 好可愛 巴西 巴西答對 丹麥是什麼呢 菠蘿 錯 換另外一個 丹麥 還在買鞋 隨便買 隨便買 千萬快 恩飛 錯 好 對 天鵝答對 南飛 答對 草尼瑪 五 比較不猶豫 翻牌的速度滿快 因為我們有用心在翻 對 很不錯 很不錯的戰術 好不好 各位 在這一回合 新兵隊用掉的時間是 1分鐘32秒 錯 好 真的假的 時間 快了滿多的 好不好 在這邊 新兵隊 有哪些動物是覺得你們可以介紹 或者是覺得很新奇的 那是草尼瑪 好像你喔 你是想罵我吧 沒有 各位 它是 它是玻利維亞的代表物 羊頭就是草尼瑪 對 羊頭上學你 羊頭就是草尼瑪 有點SANS 對 而且我跟你講 羊頭還有咖啡色的 SANS 在哪裡 等於 草尼瑪 等於 草尼瑪 等一下 你不要給我上 羊頭等於草尼瑪 是在這邊 一定要 我媽媽看了 我也不高興 不要 喂 好啦 好 他就是草尼瑪 好不好 羊頭就是草尼瑪 他其實 他被人工訓養之後 要追溯到他的這個年代 他是很久以前 在六千年前 在六千年前 然後在這印加帝國 但是被西班牙占領之後 他就慢慢的就不見了 消失 後來再重新找到物種 他跑到高山上去 是當時被認為 他不可能在高原生活 但他後來在那邊 適應 適應 所以我們現在才看得到 這個生物 兩次 我也是想補充 其實我要呼籲一下 那些觀眾還有盜獵者 裡面的很多動物 都已經瀕臨絕種了 保育類 其實讓牠們能夠留下來 然後讓我們的子孫 能夠繼續看到這些的動物 這是很重要的 講出人話了 真的 牠羽動欣賞是幫牠的朋友 台灣非常受傷 這邊另外提一下 科莫多隆是現在 倖存世界上最大的蜥蜴 是 很大 但是牠的口水是有毒的 我們從印尼觀光 甚至很多小島 是開放性的 你會看到牠 千萬別去摸牠 對 緊接著我們馬上 攻守轉彈 世界發明無奇不有 無奇不怪 但是要感謝發明的偉人 你知道誰發明什麼樣的物品嗎 借我們的新兵隊 進去準備翻牌 新兵隊請翻牌 大家可以看到 人生發明之父的愛理生 發明了電燈泡 還有諾貝爾獎創辦人 在艱苦的工程中 發現不可缺少的炸藥 秦國偉大的將軍 蒙田所做的毛筆 時間到 哪一個東西 和哪個發展家配成隊呢 現在就和我們一起動動腦背 新兵隊請翻牌 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人生發明之父的愛理生 發明了電燈泡 還有諾貝爾獎創辦人 在艱苦的工程中 發現不可缺少的炸藥 秦國偉大的將軍 蒙田所做的毛筆 時間到 圓浩隊請準備 Let's go 來囉 蒙田毛筆答對了 很好 飛機是誰呢 萊特兄弟答對 有在記 有X光心 錯 愛理生 在旁邊 來在旁邊 愛理生 媽咪 X光 愛理生 喂 X光 倫琴發明什麼 答錯 幫我來 請翻回去 倫琴 應該是發明鋼琴吧 剛剛是蔡倫 怎麼還電子琴 發明的紙 答對了 錯 炸藥蛋 炸藥 炸藥 下面 下 在旁邊 莫瑞貝爾 發明你 OK 炸藥 電話 這什麼 下面 下面 左邊 左邊 對方 下面 答對 貝爾 要面 也不錯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十二張筋 什麼 這是為什麼 這十二張筋 印刷 這是印刷 對 客人幫你機機 請翻回去 女靠 倫琴 倫琴是什麼 答對 S 告訴你 中 中 中 錯 她並不是中 她是避雷針 避身 她是避雷針 下面 左邊 對 旁邊 旁邊 避雷針 錯 請翻回去 不是 布蘭克林 避雷針 下面 下面 避雷針 答對 四十二張筋 國智運刷 尾紗寶 下面 好快 X光機 避雷針 答對 好快 好快 萊麗 冷氣機 哇 圓號隊 在第二回合 用掉了成績 時間是 一分鐘四十二秒 哦 富蘭克林 他發明了避雷針 是 他還是我們的 這個美超 百元超上面印的人物 我覺得大家比較有爭議的是 炸藥好不好 諾貝爾 瑞典人 他是諾貝爾獎的創辦人 他發明了炸藥 發明雷管 還有黃色的炸藥 但是很多人有爭議就是說 其實火藥是我們中國人先發明 真的 火藥 但不然它是黃色炸藥 雷管 在很多偉大的工程裡面 譬如說我們蓋房子 造橋 挖山等 都現在都需要現代醬汁炸藥 對 非常需要的 飛機來這個兄弟 可是就因為有他 他才過得來 我就是要講這個 就是有了飛機才把艾成 帶到了我們身邊 有了他們初小的艾成對兄弟 沒有都發明不見的超市 這些偉大的發明家 我們真的要給他 鼓鼓掌啦 緊接著我們新兵隊 希望你們能夠好好加油 新兵隊請加油了好不好 剛才聯政隊的成績 第二回合很不錯喔 厲害 加油 好不好 好 請我們的聯政隊 準備進去翻牌 好不好 請翻牌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平常大家愛吃的泡麵 是成安藤百福所發明的 還有法拉第發明發電機 讓大家現在所有的劇組 可以好好的拍戲 工匠之神魯班發明了劇子 所以讓現在的工程 變得非常地便利 時間到 我想我們不要去吵新兵隊了 來 他們感覺 一定要吵一下的 現在有三個人有六個頭 一個頭 兩個大 加油好不好 一桶 六個啦 新兵隊 請準備 準備 來吧 電池 太難了 這次叫什麼 又不錯 紅色 對了 這什麼泡麵 左邊 再左 對 安藤百福答對 對 你都幫我猜對了 還有畫面機 答對 不錯 加油 三明治是誰發明的 三兄弟 一 二 六 加油 答對 這是誰 還不錯 雅兔是誰發明的 太狠了吧 雅兔是誰 溫渡忌忌 溫渡忌是誰發明的 先開 先開 錯 一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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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鋸鐵管 錯 很有信心結果是錯 換艾成 艾成 厲害 三明治什麼名 這是什麼 三明 這是就是 頭宮避動你 張華優 對 好厲害 你今天運氣真的很好 腦袋 錯 雅兔是誰 曲小可 名叫中 雅兔答對 魯斑 魯斑 魯斑愛迪孫 錯 魯斑你愛迪孫 句子 是 魯斑答對 倒也不錯 潔力烈發明什麼 潔力烈發明愛迪孫 上面的 上面的 愛迪孫 錯 這是什麼 照相機 找得這麼奇怪 照相機 照相機 路易-達爾答對 潔力烈錯 快了 艾迪孫 艾迪孫 溫渡忌 溫渡忌 不是艾迪孫吧 潔力烈答對 劉孫 劉孫 愛迪孫 潔力烈發明留生機 對啊 新兵隊很不錯 用掉的時間是 完全是夢的 好厲害 妳是真的完全是夢的 我覺得妳還滿有概念 去把牌一一翻出來 沒有 因為翻多了 他們大概 那個牌鹿就是這樣 不是 喂 牌鹿 賭神啊 妳當我們這也是拉斯維加斯 牌鹿 牌鹿咧 你自己有學問嗎 所以既然有妳這個說法 妳的牌鹿已經抓透 我發現 以後不能請他見 喂 牙刷 我們萬萬沒有想到牙刷 名校中他發明了牙刷 大家最喜歡吃的三名字 他的發明者是 約翰夢古塔 我告訴你他怎麼發明 發明家他從發明的起點 無奇不猶 他發明三名字 是因為其實很愛打牌 他不用要離開牌桌 就叫僕人把麵包夾著 這些蔬菜跟肉 就演化成現在的三名字 是 好奇緣 好妙 古今站外有非常多的發明者 他們的發明非常的巧妙 也讓我們的後人 得到許多的便利 兩隊兩回合用掉的時間 新兵隊總共用掉 好 連政隊用掉的時間是 在這邊 靠牌錄 除了 各位 除了要先宣布你們獲勝的同時 也要讓你們來看看 其實台灣也有許多發明家 發明了什麼樣的東西呢 我們馬上來看看 各位 全世界有很多發明王 其實發明王台灣也有 像我們現在手上看到這個東西 你們很難想像 他到底是什麼 非常的厲害 你看 有機關的有沒有 這個發明家是我們台灣的一個 魏大哥 因為他的老婆很愛吃蛋糕 就是因為這樣子他的老婆 就跟魏大哥講 你不是發明家嗎 那你為什麼發明一個切蛋糕 可以切得很漂亮的工具 因此他有了想法 衍生出來了這樣一個東西 各位 2009年台北國際發明 競賽的金牌獎 台灣的朋友 太棒了 試試看 快點 他固定住他的形狀 這樣切下去有沒有 這樣有很漂亮的三角形 他切下去了有沒有 是不是要按這個 然後把握手臂打開 對 按旁邊 按這個按鈕 OK 好漂亮 你看小鈴 看看 然後直接再把下面拆開 好漂亮 把它打開來 拉起來 很美 好漂亮 好標準 看到了一個三角形的蛋糕 掌聲鼓勵鼓勵 是的 緊接著我們要看它 這個也是非常偉大的發明 我們在面前有一個 它擺明了就是一個曬衣服的東西 對 但是曬衣服的東西到底有多神奇 為什麼要只能我們介紹呢 是狗屋嗎 對 這個要怎麼用呢 有什麼東西啊 我們常常曬衣服的時候 會發生一個困擾 譬如我們現在在錄影 在拍戲 中間下大雨了怎麼辦 對 各位情境劇發生了 我媽媽龐媽媽 很開心的曬著她喜歡的衣服 這時 她跟著她的兒子一起去拍戲了 突然下了大雨怎麼辦 沒關係 下大雨就這樣 嚇到了 自己收衣服耶 而且才兩、三地而已 天啊 好厲害 它是感應到雨水 好微笑哦 我的天啊 看到沒有 下大雨之後 她自己就回到房間去了 你看到沒有 這整個收衣服 多麼的神奇啊 看厲害 玉婷了 玉婷了 太陽可能要出來了 被風吹乾了 怎麼可能 玉婷了 對 怎麼可能 好可愛 好可愛的發明 有一套耶 對不對 好 是的 只要雨一停 龐媽媽的衣服又可以出來曬太陽了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黃昏了 沒有太陽了 是 我們很緊張 會不會有濕氣 對 晚上的時候 清放我們的衣服嗎 沒關係 我們有這個東西 譬如說 這只是一個示範 天黑的時候怎麼辦呢 天 它黑了 我們沒有光了 感動 感動啊 這個很適合耶 真的好棒耶 好貼心哦 老公我也想要一台 怎麼這麼棒啊 喂 你現在跟阿伯講一下 來吧 阿伯你無憾啊 阿伯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發明 不要理他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發明 還有 告訴你們各位 他從頭到尾 不用插電 這不誇張 大家看到 這邊有個太陽能板 是 它所有的電力 只有由我們的太陽能來供應 你說環不環保 實不實用 掌聲鼓勵 那我想認識一下這個發明家 我們這個發明家楊大哥 他也是因為 老婆常常洗衣服 曬衣服 常常遇到下雨天 跟我們大家碰到的情況一樣 所以他是一個發明家 所以發明了一個這麼便利的東西 給他的老婆優 對 楊大哥可以講到厲害 很厲害 這也算是為國春光 而且他們發明這些東西 是我們生活上的小便利 對不對 從此以後我們去拍戲 不用再趕回家了 其實這些發明的都是因為我們人 我們可能有一些需要 需求之後 然後用一些小小的想法 去做一個轉換之後 造成大家可以那麼多人 真的 繼續加油 為我們人類 再創造出更大的便利 對 第二天週晚上七點半 一定要守定我們好看的 新冰激情情